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的原因是ECB欧盟体的联组会主席Jacky Make a Common可能还会继续的会量化宽松 因而造好的消息刺激了Overnight的中国 日本跟香港的股市都大涨3个% 进一步也能够刺激石油涨回到30块钱以上一桶 因而激励了我们美国周五的股市 所以今天大涨 所以纵观过去三个礼拜全球的股市 美国是受国仅存的没有跌超过20%的国家 还好上帝祝福美国没有进入费市场 事实上日本 中国 欧洲的英国 大部分的移民市场都跌超过20% 甚至35%以上进入费市场 所以事实上整个的市场非常的惊慌 在过去2016年以来如同坐云霄飞车 如同洗三温暖 汇率也一样不稳定 石油也不稳定 所以你跟我投资的脚步要非常的小心 逐步我今天倒是要来谈谈今天周五的市场的焦点 两家公司 第一家 对了 Starbuck Starbuck在世纪财报当中表现平平 可见得你在去年第四季shopping season的时候 可能你都有光顾Starbuck来一杯咖啡 所以进一步能够shopping 所以它表现平平 不好也不坏 但是今天周五的另一个焦点 就是美国运通银行 Credit Card公司 表现并不尽理想 美国运通公司的Credit Card 你跟我用的在世纪的时候用的不够多 因而它的股票大跌7块钱 12% 哇 可见得 银行股跟Credit Card的公司 在世纪的财报当中 表现不尽理想跟你跟我消费的动力 有待加强有关系 可见得日常用品的咖啡 你肯用钱 但是进一步的你奢侈品Credit Card 你就少用了 所以也证明在今年2016年一进入第一季以来 市场不稳定的原因就是你跟我在奢侈品上面 我们都非常的谨慎小心用钱 智慧人的话语是你在好紧的时候 你要好好的快乐欢心来享受 但是经济不好的时候 你要多思想 多多的利用这段时间 有新的态度 有新的格局 有新的策略 因应新的变化 市场变化很大 所以你一定要有创新的态度 更高的格局 还要欠好友钱 从美国Silicon Valley StopBuck Coffee的面前 跟你报导世界交减财经 主播我报导完之后 也去买一杯咖啡了 我们下次见